中国近代唯一一次大规模从列强手中收复领土 让民国疆域达到巅峰自1644 清朝入关入主中原以来 蒙古就正式成为了中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 清朝皇帝通过武力威慑和清怀柔利益共享等方式 让蒙古贵族臣服于清朝的统治 蒙古和清朝中央的主臣关系一直和谐地维持到清末 俄国从16世纪越过乌拉尔山之后 一直向东扩张 以亚普斯克等殖民据点位中心 逐渐开始骚扰中国的黑龙江流流 以及蒙古高原地区 但是由于清朝正值强盛的康乾盛事 俄国人南下的计划并没有得逞 雅克萨之战直到19世纪 大清的统治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摇摇欲坠 虚弱的清朝再也没有能力有效地对全国进行管辖 此时德国逐渐开始向蒙古 东北新疆地区沈透 尤其是蒙古地区 俄国人通过恩威并失的方法 让蒙古王公们觉得俄国人可以更好地保护他们 而不是现在虚弱的大清朝 大清的统治者看蒙古王公和满洲贵族开始离心离德 也开始实行一些政策 来使徒晚就他们在蒙古的统治 实质清末新政 清朝的统治者也在蒙古开始改革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其政策的失误 使蒙古上下对朝廷更加厌恶 蒙古的离心倾向越来越高 外蒙古形势外王公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 各省纷纷独立 外蒙古也在沙俄的怂恿下宣布独立 成立大蒙古国 可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坚决不承认蒙古独立 但是迫于国内混乱的形势 以及国力的差距 经过中俄双方的多次谈判后 双方决定签订中俄盟条约 内容如下 北京政府可以向外蒙派监兜库 使得付实等分主要区监督 德国承认中国对外蒙拥有宗主权 外蒙应将独立改为自治 但是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基本丧失 俄罗斯帝国成为外蒙古的实际保护者 蒙古喇嘛 一九百一十七年 德国国内爆发了革命 沙皇政府被推翻 德国同样陷入了十几年的内乱气 同时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废出沙皇政府 与中日政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并且宣布蒙古满洲地区的人民可以自行选择自己所归属的国家 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收复外蒙的好机会 但是依旧有白俄军队的谢米诺夫等在日本的支持下继续策动蒙古独立 在一战西欧各国无暇顾及中国以及俄国国内混乱 日本一支独大的危机情况下 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准备通过和平和武力的方式 收回外蒙古的主权 徐树正一开始 北洋政府命令都护使陈毅积极同蒙古王公沟通协调回归问题 并派遣徐树正在外蒙古边境组织西北边防军 名义上是准备对的作战 实质是在必要之时出兵蒙古 北洋政府遂正式命令徐树正为西北筹边史 准备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蒙古问题 再次启动谈判的同时 继续在蒙古边境增加兵力 向蒙古准全施压 西北边防军在中国的武力威压下 失去靠山的蒙古王公 很快又回到了谈判桌前 都护使陈毅经过努力 中蒙双方提出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63条 但是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眼看和平谈判不成 北洋政府决定依靠武力收回外蒙 1919年10月 徐树正率领西北边防军进军乌兰巴托 蒙古贵族内部彻底分裂 战合不定 在蒙古内部陷入混乱的同时 北洋政府的强兵净旅 也对蒙古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迫 一路上没有蒙古军队敢以身释放 北洋军队甚至出动了飞机来恐吓蒙古人 于是隔绝的蒙古士兵从来没见到过这等怪物 飞机遂被称为神鹰 在蒙古军民里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中国军队进军蒙古当然也有不信邪的蒙古王公 但是徐树正在蒙古踏草原摆下鸿门宴 将这些不服的蒙古贵族统统整治 杀一井 摆 一路势如破竹 甚至俄国方面都没料到中国军队竟如此迅速的控制蒙古 此时的蒙古王公也开始察觉到蒙古的局势 已经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随着中国政府的步步紧逼 谢敏洛夫在日本的支持下也开始蠢蠢欲动 由于日本和白俄的搅动 外蒙古治安混乱 民不聊省 蒙古王公也开始寻求北洋政府的帮助 在蒙古内部的一番斗争下 外蒙古最终决定撤销自治 回归中央政府 蒙古王公尚书大总统徐史昌 自愿放弃沙俄与外蒙定立的一切条约和协议 外蒙重新回归中国版图 实在是中国一大姓氏 然而好景不长 二战后 美英雷争取苏联对日本开战 为同知中国就私下签署亚尔塔协定 协定中明确重申苏联在外蒙的权益 最终在美国的帮枪和苏联的压力之下 国府发表公报 承认外蒙不利 而外蒙也在苏联的控制下逐渐被犀离而晃 与中国渐行渐远 历史故事尽在 历史风云故事 微信公众号 KXYLGX 欢迎各位读者关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opens o ons 嗯 嗯 一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